你對不起你對不起你 不要害我 小男童尖叫道歉 狂喊將近20次對不起 媽媽試圖阻止暴行 反而被勒住頸部拖出門外 房內傳來一陣陣毆打聲 因為肉圓沒加辣 讓這名辣椒婦 大抓狂 臉上露出詭異微笑 質疑小朋友說謊 失控動搓 媽媽趕快打 110報案 坐在沙發上攤手翹起 二狼腿打完老婆小孩 警方到場 辣椒婦卻好像什麼事情 都沒發生過 毫無回憶 事件曝光後隔了一晚 回南帶頭一行七人 衝進社區要餵他 吃辣椒 直闖屋內一巴掌揮向辣椒婦 嚇得他再也不敢回家 因為將近兩百名網友包圍 讓辣椒婦就醫後 直接去找親友尋求庇護 母子也被進行安置 警方分兵兩路 到住處去幫他們進行筆錄 並且核發緊急保護令 而媽媽表示將要肅請離婚 警方查詢 警方的系統 110的系統 就只有這一次有報案紀錄 其他都沒有 警方說父親沒有家報案底 但是鄰居表示常常聽到打人的聲音 懷疑辣椒婦施暴已經不是第一次 惡劣行徑在全台引發公憤 記者阿貢牙麥 許志成 SNG小組 新北市報導